各位中禄的同學 今年我們的聖誕派對 因為社會運動 安全起見也暫停了 我藉著這裏和大家拍段短片 因為我們每年演繹中文 在伊莉莎北口館 都有一個聖事和中禄同學分享 每年都會有明星 表演 教書 五星星同學分享的環節 加上一個綜合演繹中文的活動 希望幫助所有中禄同學 在溫習那麼辛苦學期 已經過了一半的時候打電影 今年因為活動沒有了 我很不開心 因為活動未試過中斷 但怎樣也好 正如堂上所說 所有社會運動都好 我們一起去承擔 所以這次活動沒有了 也很想藉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一番說話 新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變遷 已經跟以前不同了 很多人都很擔心 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作為讀書的你們的中禄同學 究竟應該背負什麼使命 也有些中禄同學說 我最近這樣 我覺得讀書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什麼力量 問我怎麼辦 或者想中途放棄 我想跟大家說 或者我自己都在筆記裡面的序 跟大家說了很多說話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 有些事情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結果是怎樣 我們永遠每一天都是見步行步 這個情況不單只是你們讀書 可能你們比較規律 明天回學後 回學後 回學後 然後星期六日的時候 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去補習 有不同的活動 你們是很平常的 但事實上整個社會不是這樣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我們當然不知道當年的時候 去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事情不同了 香港的不同 整個社會氣氛的不同 甚至現在很多同學都會問 DNC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今天 不知明天的事 究竟準備成怎樣 但正正因為 很多事情我們都控制不了 所以我更加想提醒 每一個你們 我們是更加應該把握當下 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有時候我在唐上教很多歷史 講很多中文 中國文學的事情 我經常都跟學生 很想把握一些機會去講 有時候讀書是超出了一些 真的要考試的事情 當然考試 以下我講這番話 大家未必那麼喜歡 不聽 因為考試就是考試 DNC就是換大學 我會跟大家說 大學位很重要 我會跟大家說 香港的大學位 在其他地方比美不上 我會跟大家說 讀書是你唯一的出路 但是 在讀書以外 換取成績之外 讀書還有很多價值 正如我 我最近在學校 跟學生說起 孔子 說起 吳十有五而至於學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劃的 講的孔子 我對著中四五講 我想帶出什麼道理呢 我想說 其實 對論語 你想想二三千年前 有一個人 周圍去不同地方 遊說不同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想推幾級人 很瘋的 就是 在2019年考試 跟你說讀書有沒有用 當然讀書有用 就是幫我們換個學歷 換個地位 換個錢回來 但是最以前的人 讀書不是為了換錢 回到最原始 原始 我們講萬世絲表的孔子 他最原先透過讀書 去裝備自己 周圍去遊說不同的人 他是跟你說透過學習的時候 我們要明明得於天下 就是要推幾級人 要成為榜樣 成為楷模 那讀書是否真的 那麼單一 我們只知道一些技巧 然後去考試就算了 我同意非常重要 尤其我做了補習 但是我覺得 應該還有些處世價值在後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正面一段時間裏面 仍然以讀書作為你最大的任務 因為我常常說 你不去裝備自己 你將來沒有可能改變社會 先要改變自己 先去改變社會 你要令自己有力量 你才可以推回兒子 所以 讀書仍然是大家收入 但是讀書之外 我更加希望大家掌握 怎樣苦中作落 如果你覺得 不是 什麼明明得於天下 修心養升 太地地 不要緊 你當什麼呢 你當是讀書 在這段時間 還可以令自己 提升你的快樂 你的開心 你的不開心 你怎樣給自己的目標 要逼自己 在正底日子裡苦中作落 你一件事還要做 痛苦對他做 和快樂對他做是兩回事 雖然我經常說 我要上班 我要辛苦 但是我每天都很珍惜 生活上一些很少的片段 譬如一些學生 一句滿足的說話 一句多謝的說話 譬如有些學生 有些打氣 或上課之前 有些互動的過程 學生 有些直播的學生 給一些很感動的說話 或者做一些很少的舉動 甚至大家報謀 很快敷了破了紀錄 這些我都會覺得 是生活的動力 等於你們 在讀書的過程中 做合一條練習 做合一條MC 其他科學中文 主題 你有一點進步 你自然會有快樂 和滿足感 學會怎樣在苦難的環境中 苦中作落 我覺得現在大時代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名題 每一個的理地 我都希望是這樣 所以 在剩下的日子 三個月時間 甚至考上整個技術 可能四個月橫跨 很辛苦 我絕對相信 很大壓力 我絕對相信 但怎樣在這個辛苦 和壓力下 苦中作落 生一年給自己一個新的目標 給自己 在每一段時間 見到自己少少少少的進步 不需要和別人比較 和自己比較 每天你進步少少少少 你有個方法 進去然後努力去做到最好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難能可貴 所以我藉著這段影片 我希望每一個同學 你即使做不到很大的境界 我們每個都做不到孔子 修心養性 推己及人 修心齊家 治國平天下 但我們做得到讀書 不要只看著數字上面 我們懂得怎樣在困難的地方 找到自己開心 值得開心的東西 逐點逐點加上去 給自己多點動力 這件事我希望給到你們最大的鼓勵和提示 你們會全力以赴 大家都相信我 我和你們一定會一起全力以赴 我希望大家喊過這個苦日子 亦都希望整個香港社會 和大家一樣都會見到更好的將來和可能 多謝你們 希望大家努力加油 拜拜